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们大家知道 当一个灵性在一个人的身上时候 他自己不知道 等到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 他会发抖 会难过 会想发脾气 突然之间难过 想跟人家斗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已经是灵性在身上 所以当一个人在发怒发狂的时候 实际上他已经灵性上升了 所以很麻烦了 现在我告诉你啊 小姑娘 你的骨头啊 骨头啊 里边啊 有一些麻烦了 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的关节 你的腰 还有你整个骨头都在收缩 你过去没有这么瘦的 你过去骨头挺好 你现在的骨头觉得人很萎缩 对 而且年纪轻轻 妇科一塌糊涂 妇科也不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好了 请问要念多少张小方子 七百张 你有一个七百张 你有一个妈妈的姐姐也不知道妹妹 在她身上 你有没有一个姑姑啊 有 死掉的有吗 没有 死掉的娘娘和姑姑有吗 没有 有没有死掉过的 没有 那很麻烦的 这个灵性已经在她身上了 就是整个缠住她的骨头了 所以她很苦 她浑身酸痛 浑身难过 所以我们大家人要有良心啊 你们想一想 一个人啊 人家在吃苦的时候 如果 佛陀都说过 如果你没有感觉 很快就到你身上了 所以一个人在看见人家吃苦的时候 赶快要想到 万一我吃苦怎么办 一定要懂啊 看看这么年轻 现在报应快不快 你们不要以为啊 棺材是给老年人装的 所以小姑娘啊 自己要好好念经啊 你好好忏悔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只能讲一句话 你这个孩子很可怜 你是上辈子造的 你也经是瘦的 你这辈子 几乎没有做过坏事 而且一直在受苦 台长说说 说的对不对啊 对 你们记住了 你们这辈子不好好的做人 做很多坏事 就算下辈子让你们投人 也是像这个样 苦不堪言啊 生出来就有各种脑瘫啊 这种小孩子生各种各样的病啊 苦啊 你看看他 我告诉你 而且他的爸爸妈妈也不全啊 小姑娘 台长爷爷说对不对啊 对 看见吗 很可怜啊 我跟你们说 所以头戴头戴谁的家里啊 都是有道理的 不能乱来的 父亲我要放 什么 不少条鱼 你现在这样吧 小姑娘 你现在啊 你每天 有没有大杯水啊 什么 你家里供佛台了吗 有 有供佛台是吧 有 你现在供佛台 你把每天的大杯水啊 自己喝下去 喝的之前 冲着大杯水念一遍 大杯中 好不好啊 好 好吧 台长给你加持一下 你看你现在痛的这个样子 台长现在可以叫你暂时不痛 但是你一定要答应台长 要念八百张小房子 好吗 好 台长现在给你加持一下啊 谢谢大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小姑娘 现在给我挺起来 好 再来啊 好 好放松 吐一口气 好 好了 看见了吗 大家看见了吗 好了吗 舒服了吗 大家最后看到他 哭吞一下吧 看见了吗 插一下 好了 小姑娘 我可以暂时给你加持 但是还是要靠你自己好好修 好不好啊 好 你刚刚那个灵性很厉害 台长在给他加持的时候 他还跟我搞呢 还跟我搞呢 他说你业障很深 你上辈子 放了一把火 把人家烧死好几个人 所以你这辈子会特别怕火的 有没有啊 有 所以很多人上辈子死的时候是飞机失事 他就怕坐飞机 有的人上辈子是淹死的 他就怕被水淹死 所以这个全部都是上辈子的缘分 所以我希望你们今天看见了 你们都可以见证 要好好的修啊 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的啊 以后啊 很快都能看见 等到照相机 像素很高的时候 鬼都拍得出来 菩萨都拍得出来啊 我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有时候拍机体照 为什么照片上突然会多一个人呢 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啊 这个人没有的 这是谁啊 拍出来了 灵星啊 感谢 منἴpi 感谢恩 欢迎